生命纪第27章 摩西和以色列的长老吩咐人民 你们要遵守我今日吩咐你们的一切诫命 将来你们过约旦河 到了耶和华你的神赐给你的土地的那一天 你要立起几块大石头 漫上石灰 你过河以后 要把这律法的一切话 都写在石头上面 使你可以进入耶和华你的神赐给你的土地 就是流奶余蜜的地 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应许你的 所以将来你们过了约旦河 就要在以巴陆山上 照着我今日吩咐你们的 把这些石头立起来 漫上石灰 在那里 你要为耶和华你的神 筑一座石坛 在石头上 你不可动铁器 你要用没有凿过的整块石头 竹耶和华你的神的坛 在坛上 你要献上梵祭给耶和华你的神 又要献上平安祭 并且在那里吃喝 也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欢乐 你要把这律法的一切话 都清清楚楚写在石头上 摩西和立位之派的祭司 对以色列众人说 以色列啊 要默默静听 今日你已经成为耶和华你的神的子民了 所以你要听从耶和华你的神的话 遵行他的诫命和律例 这是我今日吩咐你的 那天 摩西又吩咐人民 你们过了约旦河以后 西缅 利位 犹大 以撒加 约瑟 汴雅敏等支派的人 要站在基利辛山上 为人民祝福 刘本 迦德 雅舍 西布伦 但 拿弗塔利等支派的人 要站在以巴禄身上 宣布咒诅的话 立位人要向以色列众人大声说 制造耶和华厌恶的雕像或铸像 工人手中做的 并且在暗处设立的 那人必受咒诅 众民都要应声说阿门 轻慢父母的必受咒诅 众民都要说阿门 移动灵射地界的必受咒诅 众民都要说阿门 使瞎子走错路的必受咒诅 众民都要说阿门 对寄居的和孤儿寡妇趋往正直的必受咒诅 众民都要说阿门 和父亲的妻子同情的必受咒诅 因为他揭开了他父亲的衣经 众民都要说阿门 和任何野兽同情的必受咒诅 众民都要说阿门 和同父异母或是同母异父的姐妹同情的必受咒诅 众民都要说阿门 和岳母同情的必受咒诅 众民都要说阿门 暗中杀害灵社的必受咒诅 众民都要说阿门 接受贿赂杀人 留无辜人的写的必受咒诅 众民都要说阿门 不坚守着律法的话去遵行的必受咒诅 众民都要说阿门 众民都要说阿门